电车爬山结果,十秒以后你就知道了 糟了,糟了,比安迪来了 电动SUV强行越野上坡,导致自然 电动汽车扭矩大,功率高,起步快 这是它的强项,也一直是它的卖点 但是对于短板厂家却闭口不齐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它的两个短板 第一,持续了超高功率输出 可能会导致散热失控甚至起火 近期就发生了一个自然案例 第二,电动汽车并不适合跑高速 第一点,电动汽车的超高功率状态不能维持太久 否则可能会导致散热失控甚至导致起火 近期就有一位某品牌电路SUV的车主 开主马力在泥路上越野上坡 结果发生了自然 这个视频这几天已经是广为流传了 车主本来是想着电动汽车扭矩大功率高 走难泥地和上坡都不是问题 可以游一把 结果呢,持续的大电流导致电池和电机发热 超过了散热管理极限 散热跟不上就引发起火了 最后是损失了一辆车 这种意外情况在燃油车上是几乎见不到的 第二点,电动汽车虽然百公里加速很快 但是并不适合持续高速行驶 电动汽车在适去行驶是电耗低 但在高速行驶是电耗高 续航里程会比市区道路明显下降 高速状态下行驶阻力会增大 此外呢,动力电是有一个重要的特性 电流越小,放电的门量容量就越高 所以车速越快,放电的电流就越大 放电效率就会降低 实际放电的电量就会减少 续航里程也就明显缩水了 这个道理可能比较抽象 我们打个比喻来说明吧 一瓶农夫三圈矿泉水 标明是550毫升 你慢慢的喝,水量就是550毫升 但是你如果很口渴 大口大口的猛喝 那水量就只有400毫升呢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电动车不能开得太快 在高速上的适宜时速 一般是在90多公里 在高速上呢,这就算比较慢呢 有点阻碍交通 建议走最右一条车道 并且尽量少超车 而燃油车正好相反 无论是低速行驶 还是等待状态 发动机都需要维持运转 燃油车的发动机 需要达到特定的转速 才能获得峰值扭矩 在高速公路上 速度以及转速不会频繁变动 控制起来比较容易 燃油车更容易达到 最为经济的转速 所以了,燃油车在高速状态下 油耗更低 总结下来吧 电动车和燃油车 各有各的优缺点 应该会长期共存 至于说 谁的份额会更大一些 那就取决于 谁的优点更吸引用户 以及谁的缺点 更不能被用户所容忍 当然前提是 补贴和税费因素要扯平 藏期来看 相信这个最终是会平等的 9号晚上 他的一辆新问节M5 这个月升级的ES3.0 升级了一个离色薄入 在车上 他在那里倒车 蹭到一辆分歧 我这边的大灯是睡的 天脸跟侧脸都有 上期分歧 也是当了应该 三面七边上 自己被在车上控制不了 红色的是你的车是吧 对红色是 你的左前方 撞了他的左前方 对的对的 他是撞了之后 他是停了短暂一会儿 然后他又继续撞 对我看到了 等于说你可能最多 原来就擦个保险杠 现在连两个大灯全废了 对了一个大灯 那对方的大灯有事吗 对方的大灯也有花灯 那不就是了 你这件事是这样的 所有的这种离车 自动驳车功能 得观察好周边的情况 虽然说你这个 从视频上来看 你这是个标准车位 但是你下车的时候 旁边有台车 正在进行驳车 斜插在那个地方 这个从他的产品 说明书上来说 这个就未必符合 标准离车泊车的这种状态 这是他们的借口 但是你问界宣传的 ADS 3.0 离车泊车这个功能 你让大家用 他连车头都已经碰到了 离这么近了 甚至蹭到了 他还继续加速往后倒 这是不是你的功能 不够完善呢 我现在就是感觉 他这个二次碰到 这个影响更大 如果他是活物的话 碰到还好 但是他碾压之后 伤害更大了 你说的对 如果说 你说我撞倒个小孩子 撞倒个行人 撞倒了 他爬起来 可能问题还不大 但是如果说他继续到 他还把他碾压掉 这个风险就大了 那你现在想找我 帮什么忙吗 因为他4S店 也在跟厂家联系 说三天给我杂付 因为我这新车 不到一个月 我那出现了 明天保费可能还要涨 现在修车要半个月 一个新车的 大人换了 前脸可能也要换 这个折旧的费用 是不是可以正常 跟他们提 你提折旧费 肯定不可能有补偿 但是因为 他这个功能的不完善 或者说有一定的缺陷 适当的给你补偿 是可以的 你千万不能贴折旧费 折旧费 这个谈不了 适当的补偿 是吗 因为这个维修费 是给我保险的 他们也不用修 对啊 他还赚钱呢 那就是我这边 等他回复 然后看看他那边 处理方案是吗 你先跟他沟通 处理方案 随时保持 跟我们记者说这个结果 好的麻烦你了 好好好 天哪 这怎么了 疯了吧 我现在在3S店 我今天交车险 你知道我车险多少钱 你们有没有开 那种新能源的车 我都怀疑 这有毛病吧 新能源省了点税钱 3500年都给你扣回去 我第一年保险 好像才1万7 我这都第三年了 我去年才9600 今天给我干到1万3500 啥晚上呢 人家车都是越开 那个保险就越便宜 这车越开 这保险一年比一年 涨过神经病吧 真服了 真的真服了 这1万3500 这一年就打车 你坐车 他都够够的了 我跟你讲 有的时候真的 就是真的 整个小块车开可以得了 我们要是不是工作需要 真的没有必要搞一个 这么贵的车 然后每年这个车的费用 天我之前开那个小CC 我开了五六年了 我都没有因为说 是因为那个轮胎 我开到年限 把那换轮胎 就这车 我才开了三年不到 我四条胎都换了 你再不换不行了 那车重 然后那个轮胎 根本就承受不了了 你补胎补不上 然后你好了保养 买保险4S店赠 你赠你还得大保呢 大保我们没得4S店保 找的朋友 客户家给保的 又花了好几千 又混轮胎 又花了好几千 这又花了一万大多 这又保险又花一万多 然后平时加油好 反正好了 我们加油省点钱 确实省点钱 因为在家充电 这啥呀 真的没有必要 这啥情况呢 这一年挣钱这么难挣 这车花这么多钱 要不是为了工作 根本就不需要 整这么多的 这么大个车 然后每年的费用这么多 就一年这一万多的费用 两万多 加上换轮胎 加上大保 两万多的费用 砸大车 来回打 钻圈打 哎呀妈 心在底血呀 一整个 一部手机出去了 我天 就一个破保险 完了 他们保险员跟我说 说跟出 出现也有关系 你说那么大个车 你不出现 我三年出了两次险 完了被人创了一次 出了一次险 你说我愿意出险呢 我也不想出险呢 那你说我花这么多钱 我买保险 完了 我再不出险 我咋的都是亏 想想都是亏 这服了 人为什么要有虚荣心呢 真的 为什么要有虚荣心 没有虚荣心就好了 日子就简单了 简单多了 也没那么多压力了 为什么这两年 大家看到啊 很多新能源的吃 断轴的 爆胎的 断轮骨的 比比皆是 就是因为啊 大型SUV给你配的是 中型车的胎 背后的原因啊 很简单 就是因为底盘调教 是他们的短板 以及新能源 这种驱动形式 你上宽胎 续航直接少一半 你根本不敢像 X25JRS那样 上315325的宽胎 所以你们在路上 看到这些车啊 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其实就是少了宽胎 少了大型SUV啊 该有的气场 所以被大家戏称为 大号的老头了 这个呀 对于他们来说 目前无解 崴脚断轴 那不是很正常吗 十八九岁二十岁 大学刚毕业 是根本不配 开六百多匹的车的 我之前一直喷 新能源车主 但是呢 有的人他会很生气 会对号入座 但是我觉得我没说错 乱尼要讲底盘啊 讲刹车啊 真的是全是垃圾 就冰箱踩电大沙发 其实有钱 谁不去买笔八笔石啊 但是又很多人 不愿意承认 经济实力跟不上 小年现在跳出来 我的新能有多好 干嘛干嘛 我觉得新能源 最危险的东西 是在于 为了追求数据 各大厂家把01做得太重要 底盘调教 刹车调教 没去做 瞬间啊 你的车子扭力很大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 其实在很多年前 大学生刚毕业 家里条件很普通的 可能爸爸妈妈 买个私欲啊 买个卡罗拉 对吧 你当他学完驾照 你开个一百多匹没毛病 但现在很多 没有开过 笔八笔石 五百匹六百匹 油车的人 他都不知道是怎么操控他 那恰巧 越年轻 越虚勇 越爱装 有多少个小年 其实上强的 因为他们对马力 没有敬畏之心 其实我觉得新的原始 你要做很大马力 对吧 你还要考核一下 这个车组的岁数 这个车组的驾驶 这才不带的屁 他勾引人是年轻人嘛 年轻人才会冲动消费嘛 你说奶爸理想什么东西的 提出还可以 GK-09 这客户也蛮好的呀 但是你为什么 一点门槛都没有 车企把所有的钱 都放在营销上面洗 老百姓的脑 然后赚了钱之后呢 你看那个车企老板 开SUV的FUV 车品人呢 该开宾利的宾利 卖巴赫的卖巴赫 最终受伤的 其实不就是一帮普通消费者嘛 总的来说 其实所有的新的原车局 不就是割旧菜嘛 那不然会看见 总开FUV的 还有一种可能是吧 FUV回来扫描了 这直接错误吧 以小米速期30万 你有虚荣心 去跟保值街 他坎比比呢 还有可比性的 为什么呢 三倍价钱 它是100万 但是你小米如果真的SUV 你订个50万 60万又怎样 你是干法拉利FUV吗 一个770万落地的车 平均 十倍就有点中过头了 哎呀 他又断了 四六五 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都当爷爷了 居然还能被装在 新能源车上 有理想车主老是觉得 自己发动机声音大 查了一下后才知道 理想弯搭载的直列三缸 1.2T发动机 其实就是465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 由陵木发明 外号老而不死 特点是 皮实耐用质量可靠 虽然理想弯的发动机 只是用来发电 并不参与驱动 但作为落地 三十几万的豪车 车主得知真相后 心里难免不舒服 他妈现在说的实话 真的是很难 我能干汽油行业的 只会说的实话而已 整天被那些小黑肥攻击 骂你是汉奸卖过贼 整天抹黑国产车 干修车的 但凡开过国产车的 某些国产车的 我告诉你 他们修车的时候 应该都遇到点问题 什么问题 买配件不好买 同一个车架号 同一款车型 同一个批次生产的 配件 有的时候都不一样 就比如说买个后尾灯 外观都是一样的 装都能装上去 插头也能插上去 可是就不行 为什么 你看我这个怪怪 一个八根线的 一个六根线的 还有七根线的 你说怎么搞 你说你怎么搞 这就是某些国产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 他们在造车 在生产车期间 一边修正 一边改 一边生产 知道吧 没有什么统一的 是不是 改了卖 卖了改 就这样的 买个配件 你必须要拿个样品 从车上摆下来 拍个照片 发给供货商 然后呢 才有可能把配件拿对 这就是某些 国产车的现状 现在的国产车 生产的快 真的是出来太快了 一个月 他们出来好几款 你有没有发现 整天 动不动一款新车出来 动不动一款新车出来 而那些格子上呢 你有见过他们 出新车像下脚一样吗 对不对 人家也许一年半的几年 他出了一款 你看咱们的国产车 动不动出来一款 动不动出来一款 哦呦 难搞 我因为廉价动力 这个词 被一万多条评论 还有各种私信 网报了两天啊 那今天一条视频 给你们说清楚 为啥大部分电车 它都是廉价动力啊 实际大家疑惑的 无非就是两点 一是真的廉价吗 第二点就是动力强 难道不是好事吗 首先 三十万的小米速器 包括说 特斯拉摩托3P啊 对于90%以上人来说 都是这辈子买不起的 那为什么说 他们是廉价动力呢 因为他们的动力水平 不是三十万级别的 注意 我只是单单说 动力水平 也就是你们理解的 崩直线啊 咱们就拿速器 麦斯举例啊 因为我自己就是车主 最大功率 495千瓦 最大扭矩 838牛米 零百加速 官方2.78秒 这是啥概念呢 Lamborghini Huracan 搭载V10的发动机啊 最大功率 也才是470千瓦 最大扭矩 565牛米 官方零百加速 是3.2秒 而且电车起步 是不需要任何的准备 直接电门焊死 就输出最大功率了 当我开速器 等红绿电车时候啊 起步那一下 就算是布加迪来了 我都能给他崩哭了 听到这儿 你是不是觉得 开一台大功率的电车 很爽 那么我接下来要说 他为啥廉价了 只有在这些新能源车 出来之前啊 30万这个价位 你能买到最大马力的车 基本不会超过 150千瓦 也就是200匹 200匹就算是动力 非常非常充沛的啊 而且你如果想买到 动力去到 400千瓦以上的车 肯定是百万 甚至说是几百万的超跑 燃油车的动力 是靠发动机 排量和技术 还有长时间的这个 调教获得的 而电车只要把电机功率 做大点 再确保能塞进车里边就行了 就像小时候 在玩一个四驱车的 马达上面缠那个 分越多 跑越快 基本上就是同样的道理 这个提升动力的成本 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当30万 就能买到媲美 超跑动力的车的时候啊 它一定是廉价动力啊 好 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 花30万获得300万的动力 难道不是好事吗 难道不是科技的进步吗 难道不是造福消费者吗 首先动力是媲美超跑的 那么刹车呢 车身重要的控制呢 还有赛道表现呢 电车拥有强大的动力 我不认为这是科技的进步啊 这只是电车的特性 就像我是男的 我容易长糊的 这就是我的特性 那我不能说我能长出糊的来 我是新人类 我进化了吧 刹车和车重 这两个是动力强的 电车的致命伤 我那个速轻拿过来 踩的第一脚 我就感觉它刹车刹不住 首先一个是啥呢 一套好刹车成本 实在是太高了 我之前M4改的刹车 只是AP赛用入门的 都得四五万块钱 要是上到 Enderlis啥的一套刹车 十几万 那是轻轻松松 所以说你觉得 30万的电车 已经给你300万的动力了 能给你多少万的刹车呢 当然刹不住车和转弯 容易推投的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车重了 我那台速7MAX 自重是2.2吨 然后我那台M4呢 是史上最重的M4 也才1.7吨 就连宝马X5 也才是2.1吨 多一点点 比速7还要轻一点 但你们知道 蓝波基的小牛多重吗 不到1.4吨 所以说这样强大的性能搭配 这样的车重 当你激励驾驶的时候 它肯定就是杀不住和推投啊 所以说你们还觉得 这样强大的动力 对于所有人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吗 就很多人可能 人生的第一台车 就是电车 所以说对于动力呀 速度啥的 真的是没有啥敬畏之心 这也是为啥说 电车经常发生 因为超速或者激烈驾驶 而导致的交通事故 实际廉价动力 它当然不是一件坏事 只不过说当一台车 拥有这样强大的动力的时候 是需要车辆更多的硬件 去做支撑的 更是需要一个驾驶员 有足够的经验去驾驭它 如果说车辆的硬件 又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性能 驾驶员又没有足够的驾驶经验 那么这样发生危险的概率 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了 所以说你们觉得 花30万买到300万的动力 它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廉价动力这个东西 它真的是一个好事吗 油车你说跟电车拼 我可以很负责的讲 基本上150万的油车 性能车都跑不赢 可能三四十万的电车 就崩啊 当然我不排斥电车啊 因为我也有 我认为电车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但是你是把这个好 放在哪里去用 好在哪个场景里面 去使用这些问题 这个呢都可以克服 上次唯独我认为 不能克服这些事情 就是说为什么要把电车 造的那么快 你讲的是快还是省 如果你说它可以 又快又快 你那些电车造车 到底是造性能车 还是家用车 现在是不管是 小型的车 电车还是大型的电车 比如说像什么001啊 那些 造到两秒 你这两秒什么概念啊 你是担忧人 控制不住 废话嘛 好问题又来了 就像我刚才举个例子 30万买个电车 你能买到150万以上的 新轮车的感觉 包括加速度 超过不知道啊 因为马路基本上都是直的 你去赛道又不一样了 对吧 一个三秒的东西 两吨到三吨 这个质量 0100加速 三秒 你怎么停下来啊 万一有问题 你撞上去什么质量比啊 对吧 就是说我们既然是给家用的 既然大家都是在讲 一个能耗的问题 因为我 我研究过这个问题 电车和油车很相同的一个 有一个临界点 虽然我不专业 我只试过几台车 但是给我试下的感觉 在高速空路上面 巡航的时候 油车也是80公里左右 是最省油的 电车也是同样的 所以其实你说真的省吧 它是省 但问题是 我们现在所有的 包括我最近有看一些 就我们家 大约不打 那个那个漫长城里面 有那个小米展 展贴 很多年轻人去看 那个速器啊 咱们先不管它的外观 或者怎么样 因为它的动力在那里了 我已经去瞅了一点 但是我发现 好多人没有车的 没开过这些车 你说没开过这些车 我给你一个 就给我的感觉 现在大部分的这些电车 就是好像 它的产品造出来之后 所有买它产品的这些消费者 各个都有赛车 各个都驾驭过操宝的 各个都有那些 超级猛兽的这种 驾控的经验在里面 这个多可怕